OK,那我們來看一下正列的一個簡單的應用 這個簡單的應用就是說 假設現在我們要去植一顆公正的骰子 那我們根據以前所學的機率 會告訴我們說這個骰子呢 它有六面 那每一面標示著點數1到點數6 那麼如果你是一個公正的骰子的話 那麼每一種點數出現的機率會等於六分之一 那如果說我們要自己做實驗 你拿一顆骰子在那邊丟然後在那邊統計的話 其實要花蠻多的時間 那我們可不會用程式來驗證這個事實呢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丟骰子呢 這個骰子點數其實它是隨機發生的 隨機發生的 所以呢,我們這時候需要一個乱數產生器 那這個乱數產生器呢 我們在第23的時候 第23盤課的時候有談過 怎麼樣做一個 用程式來寫一個乱數產生器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 我們需要一個陣列來儲存 就是說你各個骰子出現的這個次數 如果出現1 你就要在對應的這個陣列呢 給它加1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陣列 第一個呢,我們有一個變數叫dice 這個dice呢是 就是那個骰子出現的點數 這個變數 它會從1到6 第二個呢有一個叫node 這個node其實就是我們 會互叫這個time 這一個函式 那time這個函式呢是抓系統的時間 然後抓到這個時間呢 我們把它存到node這裡面來 當成是我們這個乱數這個產生器的一個種子 然後另外呢再宣告一個frequency 它的大小是6 然後它會從frequency0到frequency5 然後分別存 frequency0對應到的就是點數1 frequency2就是 frequency1代表的就是點數2 然後frequency5的話點數6 然後我要去存它這個各個點數出現的次數 然後一開始呢我都把它設定成0 因為等一下要哪家的方法 好 那在這邊的話呢我們會先問說 你到底要產生這個多少個這個亂數 就是其實就是你要執行多少次這個丟骰子的實驗 好 然後把這個次數呢把它讀進來 存到n裡面去 好 然後去設定我們的乱數產生器的種子 好 接下來跑一個loop 好 從1到你的n 比方說你 數件是1000 它就跑到1000 OK 然後這個是產生一個乱數 這個s-rain是設定一個種子 rain是產生一個乱數 那這個乱數呢它會從1到32767 如果你mode6之後它就會從0到5 那你再加1它就會變成1到6 這樣就可以代表這個 出現這個骰子的這個點數 好 那接下來這個呢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呢 dice-1 就是說如果我出現的點數是1 那我應該把它存到0嘛 對不對 所以dice-1就變成0 好 然後對應的地方就是 本來是設定成0 然後一出現我就對它做一個加加的動作 做一個加加的動作 OK 所以你不用再寫什麼else 不用 直接用這個 把這個點數當成是你的指標 那如果是2點的話 你是存在這個freq1裡面 所以這是2-1 加加 OK 好 跑完loop的時候呢 你也統計完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去把這個各個載字 那個出現的點數呢 把它計算它的機率 OK 那這邊呢 就是說骰子出現的點數 就是這個i 從第一點開始一直到第六點 然後呢 它出現次數呢 就會存放在frequency i-1裡面 比方說 如果是1點的話 它是存在freq0 2點的話 它是存在freq2 所以這裡會-1 那 因為你要算的是 我其實這裡應該改成不是次數 而是頻率 所以把它改成頻率 如果是頻率的話 或者是機率的話呢 就是你要除以 出現次數除以總實驗的次數 所以你要除以n 那麼因為呢 這個本身它是一個整數相除 那機率的話 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小於1的東西 所以你一除 如果用整數除的話 一定都會等於0 所以你一定要先對這個frequency 這個呢 先進行一個轉型 把它變成浮點數 那麼這樣出出來的東西 才是一個浮點數的東西 OK 好 所以 一個幾個關鍵的地方 就是time 它是抓現在的時刻 然後這個random呢 是把這個亂數呢 產生亂數 mod6 再加一次把它轉換成1到6 然後我們點數1 放在frequency0 2 放在frequency1 3 放在frequency2 OK 因為正列是從0開始的 0開始的 所以你記得這邊都要來-1 -1 -1 好 所以呢 我就可以來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好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是做100次 那麼它出現的次數呢 大概會很接近我們理論值 我們理論值是0.167 6分之1嘛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數字 0點 像這個0.1次 你覺得這個實在太小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增加我們的實驗次數 比方說我們把它增加到1萬次 乃至於10萬次 那各位就會發現說 其實它都很接近0.167 這個實驗的次數越多的話 它會越接近理論值 OK 好 可是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要丟材質丟10萬次的話 保證你就崩潰了 所以用程式來寫的話 感覺這個速度真的還蠻快的 所以它可以幫我們 來學習一些機率相關的一些東西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投資兩顆骰子 然後他們點數和各種點數的幾率 那我們就把 假設這是第一顆骰子出現的點數 這是第二顆骰子出現的點數 你把它加在一起 這一排就是2 然後呢 它跟它1跟2就是3 所以各位會發現說 這個出現2點 只有一種可能 出現3點呢 它會有2種可能 4點會有3種可能 出現5點會有4種可能 好 那一詞類推 你就會發現說 出現2點的幾率是36分之1 然後出現3點的幾率是36分之2 OK 這邊就是我們理論的這個幾率 好 好 那要寫程式的話怎麼做呢 這時候呢 我們需要準備兩個整數 叫dice1跟dice2 代表第一顆骰子 這個代表第二顆骰子 然後這個now呢 一樣是我們的時間 主要時間 那要存這個出現的次數的話呢 因為它有可能是從1到12 1其實不可能啦 不過我們還是把它記入 1到12 OK 然後一樣 就是我們去 一開始說我們要實驗多少次 然後給它一個 這個 抓這個現在的時刻 把它設成這個亂數產生器的種子 好 接下來呢 做一次亂數 把它當成是第一顆骰子 然後接下來再做一次亂數 把它當成第二顆骰子 然後把這兩個骰子呢 把它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那加在一起呢 那個 因為 點數如果是1的話 而是1的話 我們放在frequency0 2的話放在frequency1 3的話放在frequency2 所以這邊就是sum-1 它的所謂是sum-1 然後加加 一樣用剛剛的方法 它出現的機率 所以先把這個frequency呢 把它變成double的形態 再去處理總實驗次數 OK 好 那 來做一下實驗 我們一樣給它做個十萬次 OK 那各位看一下齁 其實根據這個表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2點跟12點 的機率是一樣 然後接下來呢 開始是它的2倍 3倍 4倍 5倍 6倍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它是不是有這樣的趨勢 第一個 出現1點的機率是0 不可能嘛 對不對 2點跟12點呢 機率應該差不多 比方說這個是0.0275 這0.028 幾乎差不多 然後這裡是556 這559 也差不多 831跟838 也差不多 121跟1087 也差不多 1399 1379 差不多 這是1675 好 接下來看 這個大概是它的2倍 對不對 它的2倍大概是0.56 然後這個大概是它的3倍 它的3倍是0.84 這個是它的4倍 它的4倍是0.112 這是它的5倍 是0.140 這是它的6倍 0.168 所以 這個實驗呢 基本上就很接近理論值 如果說你要再更接近的話 那也是可以 我們只要讓它實驗的次數更多一點 比方說我讓它跑100萬次 這是100萬次 OK 它們就更加接近了 這個差距又更小 差距就變得更小 差距就變得更小 OK 好 以上呢 是正列的一個簡單的應用 它可以幫助我們來學習這個 直骰字 然後可以用來統計它出現的次數 最後可以算到它的機率 是1 5 3 4 6 6 7 7 谢谢观看